我们上课了 这里主要是带大家写几个案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我从笔记上的这些案例里面挑了几个出来 我们写一写 第一个是我们做一个网页来开关灯的效果 那它主要是干嘛呢 就是去设置整个页面的背景色 就改变背景色 那开灯那就变亮了 关灯就变成黑的 做这么一个效果 它主要你们的要用到的知识点 两个 一个是样式 样式操作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class的内名操作 内名的操作 主要你们会体现这么两个 这个新的知识点 它的用法 那首先我们要改变的是页面 整个网页的这个背景色 那我先用第一种 用这一个内名操作的 内名操作的 我的页面上 直接去先定义好一个 Style 定义好一个内名的样式 我只要有这么一个内名 我就给它把那个颜色 black ground color 有它的话 我就把它变成这个black 变成黑的 有这个内名 那整个它里面的这个颜色 背景色就变成黑的 没有呢 就把它 就是白的 默认就是白的 那我接下来呢 这个操作呢 其实就是 我针对整个阴面的话 我可以针对这个玻底 比如后续的这个玻底 整个玻底 我给它设置它的背景色 比如给它加上一个class 或者移除这个class 主要是修改一个内名 给玻底 那添加和呢 这个移除这个呢 内名 那首先我们看默认的情况下 默认的情况下都是白的 我们给它如果加上一个class的话 cls 黑了 什么都看不到了 天黑了 那做这个效果的话 但是应该怎么做 我放个按钮 input type等于button 给个value 开关 给它一个id 方便我获取 逼全 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呢控制呢 这个玻底的这个样式 玻底的这个内名啊 那首先我们第一步 我把步骤写好 第一步 获取这一个呢 按钮 然后再去呢 给这一个按钮 要绑定呢 比如点击事件 点击一下 点击事件 然后在点击事件里边 要去呢 控制在事件 处理函数中 去控制呢 这个body标签 标签的这个呢 class 这个内名 那具体怎么控制的 那是如果有就加上对吧 如果没有就给它设置 那所以可以呢 这里也要判断啊 如果有啊 有这个cls这个内名 内名 则呢删除 删除 那没有就呢加上 就添加 那按照这个步骤来写啊 先把步骤写出来了 这么几步 一步一步来填代码 首先我获取这个按钮的 btn等于呢 document 点上你随便选个方法啊 那我这里加了id 我就用id获取了 getelementbyid 这个btn 给它保定事件 btn.unclick等于一个方向 事件里边 这个函数里边需要做的事情 控制这个玻璃标签的class内名 那我要控制它的内名的话 我首先要获取这个玻璃标签 那获取玻璃标签 那获取玻璃标签 在想办法 是不是也可以加id啊 我们最直接的办法啊 获取一个标签的话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id 直接获取 当然也有简写的方式啊 我们先说这个id啊 玻璃 那我就用了document 点上getelementbyid这个玻璃 这样就获取到这个玻璃标签了 当然它也有呢 如果单纯是获取玻璃的话呢 它也有另外的这个方式 通常我可以简单一点 也可以这么写多克门的点玻璃 这么或许也行 这是有几个比较特殊的 有几个比较特殊的标签 是可以从多克门点上直接取的 就多克门的点玻璃 这是可以直接取的 它取到的就是这个玻璃标签 那这两种方式呢都行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玻璃 上色 少点个o 我先把它的这个样式给它去掉 先添亮嘛 我点一下这个黑波 得到那个玻璃 是没问题对吧 对玻璃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可以这么用 但是注意别的标签 我没说可以这么用 像input 你不能直接一个多克门点 input 这样是不行的 就一个特殊的 就这个玻璃 现在给它介绍了 可以这么用 当然也可以呢 按照前面的getelementbyid 也行 你能得到 得到之后呢 再给它取到这个玻璃的 它的内面 内面比较特殊 不要直接写class 得加一个这个内面 取到它的内面 然后取到这个名字之后呢 我们还得去判断一下 它现在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内面 就是它得到值是什么 现在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对吧 对 它是个空的 所以现在它的内面 其实呢 它是等等于一个空字 自我车 它等等于空自我车的 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去判断一下 它如果是空的 我们就给它加上那边 如果不是空的 我们就给它把那边去掉 那就加一个判断 如果这个body的class name 它是等等于空的 那我就能让这个body 点上class name 等于这个cls 这么个内面 那else的话 它不是空的 我们就给它试制成空的 就给它删除了 就等于空的 那可以这样写一个 也非要死的判断 那不用点 注意一下 这是选择器 前面是加上表的 表示这是个class选择器 是内面选择器 但真正在页面上写的时候 是不需要加那个点 点表示是class选择器 内面选择器 警号呢表示id 所以真正在页面当中写的时候呢 你看id前面是不需要写警号的 class也不用加这个点 那这是呢 设置它的内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本来是没有的 点一下 变黑了 再点一下 出来了 那就开关灯 有效果 那现在呢 主要是用了一个内面的操作 我们现在做的比较简单 就是判断一下这个内面 如果是空的 就给它加上 不是空的 就给它去掉 如果有内面就删除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内面 就能添加 那一个简单的一个内面的操作 当然这个效果呢 我们可以通过内面去控制它 因为提前就要写好这个内面 其实也可以呢 直接给它通过css 直接设置样式也行 那这前面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方式 我在里边是这么操作的 判断的内面 如果说我不想通过内面操作的话 这是第一种 方式一 是内面操作 方式二呢 我直接用这个样式操作 样式操作 方式二 我把前面这个内面的这个EFILS呢 给它去掉 那样式操作呢 我可以直接先来判断 我还是先打印一下 判断一下我这个BODY的 直接取BODY它的Style 取它的BackgroundColor 我直接取下它这个样式 它的背景色 直接打印出来 判断 点一下 点一下 得到的是空的 对吧 默认是没有背景色的 得到的是空的 那我判断一下 如果它等等于空 点一下 来处 那所以也可以这样去判断 EF 如果BODY的Style 我点上BackgroundColor 是等不等于空的 那我们就给它设置 我让它等于 等于这一个Black 它原来没有背景色 我就加上是个Black 黑色 那Else的话 我就给它设置为空的 它不等于空的话 我就设置为空的 那这样就是 纯粹通过这个样式 我们直接操作样式的 就不用那个内面 做一个中转了 那本来它的 背景色没有 等于空的 我点一下 黑色 那再点的话 它已经是黑色了 它不等于空 就走到Else里面去了 就出来了 这两种方式其实都行 前面的内面呢 它其实也是基于这个样式的 也是基于这个样式 后面是直接式的样式 就是第二种模式 这是如果没有背景色 则添加它 那否则呢 如果有背景色 就删除 则呢 去掉 去掉 背景色 这样就做到了这种开关灯的这种效果 就改变颜色这种效果 改变一下它的背景色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案例 有没有什么问题 能不能跟上 重点是思诺 这个效果最终没什么太特殊的 但重点是做这种功能的思诺 首先获取标签 然后呢 再绑定实践 在实践里边 我们现在要操作的是玻璃标签 那就能先获取到玻璃标签 再去呢 不管是试着它的内名 还是试着它的样式 都行 那继续对这个 获取到玻璃标签 去做操作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案例 开万针的效果